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段时间我们会现场直播港台接收亚视无耳频道的整个过程 我们的工程同事已经分别去到慈云山亚视的发射站 和亚视发射站旁边的无线电视发射站准备就绪 等亚视工程人员在半夜12点左右 关了播放电视讯号的基建之后 本台助理广播处长陈敏娟 就会在承办了香港电台无耳电视发射工程的 无线电视发射站里面启动发射装置 发出港台电视31和33的讯号 给无耳电视用户惊天线接收 收睇港台电视31A和33A的节目 同事彭德章现在在慈云山的亚视发射站 彭德章发射站里面的情况是怎样呢? 气氛又是怎样呢? 素敬人 我现在就是在慈云山亚视发射站的控制室 现场这里 其实亚视的工程人员已经准备好 在晚上午夜12点零时零分之前 是关了亚视发射机组的讯号 即是说亚视的电视讯号 随之就会停止的了 而两条的无耳频道就会分别清空 之后港台电视31和33的讯号 就是可以透过在旁边的无线电视的发射站 传送到大气电波 彭德章可否和大家简单地讲解一下稍后频道交接的程序是怎样呢? 其实现在大家在控制室这里 看到有多个的显示屏 当中包括是亚视大埔厂房传送过来的讯号 其实亚视今晚就是最后一个节目 就是在晚上10点45分播出 就是一个有关亚者的电视节目 在没多久之前就是11点44分 亚视的工程人员已经在控制室这里 关闭了后备的讯号发射机组 刚刚说到亚视的节目 就会在晚上11点59分左右完结 今天最新的讲法就是在59分的07秒 就会出现一个向观众告别的画面 到时在零时零分的前三秒 就会转回到一个蓝色的画面 意味着现场的工程人员 就是可以在看到这个蓝色画面之后 随即就是关闭了这里的发射机组 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 就是通讯事务管理局的职员 就会在现场立刻监测 看看亚视的无耳讯号 是不是真的消失了 如果证实是消失了之后 港台电视31和33的讯号就会是预备就水 透过无线电视的发射站 就是传送去大气电波 就是说看开无耳频道的市民 无需再追台都可以透过无耳频道 看到港台电视的节目 亚视有59年历史 在亚视发射站工作的 亦都有服务了亚视不短时间的员工 他们现在有什么感受 我们较早前都同过在这里工作了19年的刘先生 他是一位工程人员 他就说亚视去到这一天 要结束电视的广播都觉得比较可惜 因为亚洲电视在全球有华人的地方 都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亚视一直都提供一些资讯 比如是新闻、教育等等 所以去到这一天他都觉得非常可惜 有机会他都希望亚视可以继续利用不同的方式 继续去营运下去 不过他都承认亚视的服务 近期未能够符合公众的要求 去到亦都归咎其中一些原因 有机会都是制作成本的问题 苏景鹤 我在现场的画面见到 在潮云山亚视发射站里面 亚视的讯号仍然都是继续传送 现在都看到租仲是在做有关亚视的节目 可不可以说一下 其实潮云山亚视发射站是怎样运作的呢 有多久历史呢 其实这个发射站 由1970年已经开始运作的 当时就是电视广播的方法 就是透过地面的传送 之后改用了无线的一个传送方法之后 这里就正式启用了 这里其实可以说 亚视一个主要的接收的发射站 因为大埔厂房 就是传送了信号来这里之后 这里就是再发送的信号 去不同香港的山头 再传送给香港的观众 大家看电视就可以看到他们的信号 这里也都曾经是用作一些新闻资料的传送 即使在外面採访 都要透过这个发射站 再传送一些新闻资料 片段去他们的新闻的厂房 其实今早早我知道 港台的人员都有来过 潮云山亚视发射站这里 由早早到现在 是不是都处理了一些交接事务的事宜呢 没错 在早早九点半 已经是亚视的职员 和他们的清本人德勤 已经是分别来到到场的 他们今天就是早早来到 就是将锁匙交回地政总署的人员 再转交去给港台职员那里 今天陆陆续续 我们港台职员都会在这里 做预备一些频道交接的工作 中间也都透过一些车辆 运送一些仪器 预备今晚这里的运作 其实讲回这里的控制室 即将完成他来电视广播的使命 不过刚刚我们看到最新亚视的晚间新闻 他们在临结之前主播都提到 亚视是会以其他的方式 包括卫星和一些网上的广播 去尝试继续他们广播的业务 所以公众即社会可以密切留意 亚视未来的发展究竟是怎样 其实亚视在去年不获行政会议是逐牌 其实都要扬让了一年 现在很快就到半夜 在潮云山发射站附近 有没有其他传媒在採访 有下午开始都见到有几间电视传媒 来到外面採访 到刚刚入夜都见到很多文字记者 涉及在外面採访 刚刚我们助理广播处长 都有来到准备来到频道交接工作 现场都见到有传媒上前向他查询 问问题 我知道潮云山发射站在山头上 何德章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 现场的交通和路面的情况是怎样 其实由潮云山山脚开始上来 就是透过一条预回的单程路 我们今天下午上来 都是兜过一轮才上车路到这里 因为由于接收 都有一些组件各样机器慢慢要运上来 所以都要用了一段时间 才将一些机器运上来 现在各方面的交接工作 都见到差不多预备好了 现在大家都在期待 在亚氏的节目结束之后 就传送一个和公众告别的画面 之后那个画面 随时就会中断的信号 亦都会中断的了 我见到在亚氏的发射站里面 有不少的电视机和一些线 其实那些资产是最后如何处理的 这里我们都和他们的一些职员谈过 因为德勤在这几天都密切做点收器材工作 都一直在做的 虽然这里在4月1日之后 那个租地就会交回政府 但因为这里仍然有大批亚氏的器材 所以相信都要经德勤 经过一个点算之后 计清楚这里究竟有什么仪器 再陆续运回他们的厂房 我们现在见到 就是前云山亚洲电视发射站 是另一个画面讯号 我们见到有些工作人员 已经准备在一些发射机组前面 在稍后的时间 很快就会将那些发射的仪器 装置就将它关闭了 根据刚才彭德章所说 在关闭了这些发射机组之后 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的人员 就会检查一下 究竟那个发射的讯号 是不是还在 看一下亚氏 是不是已经停止了发放讯号 据了解那个检查 大约是需时是一到两分钟左右 现在见到 相信现在不够30秒 节目就会完结 相信大家在看无耳频道的观众 就会见到一个 跟观众告别的画面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不够10秒 好 大家见到蓝画面 相信信号就是准备会试 好了 大家见到 是无耳频道的亚洲电视 已经是出现了雪花 还有工作人员在 慈云山亚洲电视发射站 就将发射装置关闭 好了 麻烦了彭德章 和外面的同事 我们立即是看看 慈云山无线电视发射站那边的情况 在我们画面右上角 就是助理广播处长陈敏娟 已经准备好啟动一组发射装置 看到在画面的左上角 就是慈云山发射站 就是亚市的发射站 看到已经是一个蓝色画面出现了 而在我身边 这个是亚洲电视无耳频道的电视机 也显示有一个雪花 暂时如果家里有无耳电视的观众 暂时应该看到 在亚市的频道会看到这个画面 在我们画面右上角的 助理广播处长陈敏娟 就会按一个按钮 代表着港台的电视信号 就会发射去大气电波 看到在画面右上角 在助理广播处长陈敏娟前面 有一个按钮 上面是贴了香港电台的标志 稍后陈敏娟就会在标志下面的按钮 8 7 6 5 4 3 2 1 0 我们刚刚看到陈文娟已经按了一个按钮 代表港台电视31A和33A的无耳讯号 已经发射出去大气电波 电台接收和启用无耳频谱的工程 已经完成了 我们看看现在港台电视大厦 无耳频道控制室的现场情况 工程人员是监察港台无耳电视的信号 在频谱交接完成之后 港台电视31和港台电视31A的播放时间 是会由每天早上6点半到凌晨1点半 大家看到在无耳频道 有一个欢迎收看港台电视31A的画面 港台会制作全新的神早资讯节目 早晨早晨 由4月4日早上7点半到8点播出 到晚上10点半也会有视像版的新闻天地 至于第一天 至于第一天 啟播的港台电视31A 早晨早6点半播出的第一个节目 会是《香港故事自由香港》 这个也是全港第一个 有印尼语字幕的电视节目 现在看到我们的无耳频道的画面 仍然在显示一个欢迎收看的画面 工作人员正在检查 这个无耳广播信号的稳定性 去到明早11点 我们会有零距离科学 到晚上6点便会有警讯 紧接着会有鏗窗闸 晚上11点便会有十二音乐门图 到星期日 早晨6点半便会播出《中国故事》 中午便有城市论坛 晚上9点有《办公室生存之道》 大家看到在我们的港台电视大厦 无耳频道控制室 有不少电视画面 可以监察我们的广播信号的情况 港台会针对不同观众的习惯 和需要 将节目归纳入多个主题时段 好像是老友记时段 平等共用时段 教育及学习时段 黄金节目时段 经典重温时段等等 在这个讯号测试检查 确定稳定后 港台电视31和港台电视31A 就会同步广播 在港台接手亚视频道之后 初段无耳电视的讯号 是会由11个发射站输出的 包括会由 在亚洲电视频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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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9月 亚洲宣布 获得中金集团旗下公司入主 重新申请免费电视牌照 到12月 亚洲前执行董事叶家宝 因为亚洲多次拖欠员工的薪金 给法庭罚款15万 叶家宝也在去年12月辞职 到今年2月3日 亚洲拖欠员工两个月的薪金 管理层说 会尽力争取在农历新年前出粮 到2月5日 主要债权人王晶 申请亚洲清盘 营运总裁马熙 因为未能预期发放 这个薪金之后辞职 到3月3日 亚洲临时清盘人德勤 跟亚洲达成协议 亚洲營运到4月1日 牌照是到期日 现在我们看到 原本是亚洲的模仪电视频道 有一个港台电视31A 欢迎收睇的一个画面 现在工作人员还在 测试信号 好了 我们看回港台电视大厦 模仪频道控制室的情况 好了 在工程人员确定接收 信号稳定之后 工程人员已经准备好了 港台电视31和31A 即将会同步广播 3 2 1 3 3 3 各位观众 大家现在收睇到的是 港台电视31和31A 同步直播 收睇模仪频道的观众 你们在看的是 港台电视31A 刚刚大约是几分钟之前 香港电台已经完成了接收 亚视的两条模仪频道 成功地透过大气电波 传送港台电视讯号 如果想了解多些 港台电视节目 可以在今晚7点半 在港台电视31和31A 收睇港台电视Good Show 31 到时会有演员和主持 跟大家介绍港台的电视节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